那个文章有五千字 今天要更简短地说 把这个更多的时间 留给各位更精彩的 老师的这个发言 那么研究一 深入民间 扎根传统 那么刘长富老师的创作 和艺术成就 我觉得首先得益于他 对传统和民间民族音乐的 学习和研究 纵守周知 刘教授在内蒙工作了 十六年 在那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里 他醉心于当地的 门汉调 爬山调 二人台 和长调 他也曾如饥似可地学习 码头琴 四国 禁句板国等民间乐器 蒙古族丰富的 民族民间音乐 和草原人民乐观 普世的生活态度 开放豪迈的性格在不经意间 慢慢渗入了他的心肺和气血 成为了他二胡创作上 喜之不尽 用之不接的素材 对于二胡演奏艺术 他一直很强调 传统是根 只有了解音乐发展的历史性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才能使二胡艺术视野发展得更好 他曾指出 二胡是擅长演奏歌唱性的旋律 表现犀利勤恳的拉线语气 在许多优秀 优美典雅 快知人口的传统乐曲 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中 这些特点及其演奏技巧 都体现得非常的充分 可以说 传统和民族民间音乐 是二胡演奏的源和流 是优秀的演奏的基础 在这些乐曲中 浓缩了二胡演奏技巧的精华 他这一思想 始终关穿于他的教权和演奏之中 研究二 把握规律 科学视教 在二胡教学方面 刘长福教授始终坚持两个原则 即循序渐进和英才视教 他主张专业的二胡教学 首先应该以现代的教学思维 和科学的教学方法 来指导学生的实践 使学生打好基础 和技巧方面的基本功 他一再强调 学习当时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的下足功夫 不可及于求成 鉴于此 刘长福教授 提出采用基础技巧 应用技巧 谈风格性技巧 和音乐表现与创造的 基本境界开展教学训练 这种根据教学境界所进行的技巧分类 只有深入教学实践 把握了专业教学规律之后 才能够做到 在英才视教方面 刘长福教授 继继继续了大量成功的经验 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 他指出二部教学的根雕的模式说 他说要有针对性的安排适合的教材和训练的内容 使每一个学生目的明确的通过调整 来解决自己实际存在的问题和障碍 而后再适时地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和特长 刘长福教授主动地发现和利用学生的特点 充分考虑了学生的性格习惯 生理条件和文化素养等各个方面的因素 就像根据每一件树根而不同的圆形 进行艺术创作一样 注重学生演奏个性的培养 在科学视角同时 刘教授和构建了可持新发展理论上 基础上的演奏艺术教学体系 他重视传统 但绝不积累于传统 他对近年来的新创作 及其现代风格的二胡曲 始终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和兴趣 他一贯认为这些作品是时代的产物 他们使用了较复杂的创作手段 运用了较复杂的创新的新技法 是二胡演奏戏法革新 和重要的动力来源 他认为对于这些新的技术和技巧的发展思路 我们不但不能盲目排斥 反而引于认真的学习和掌握 可持续性的教学理念 还体现在他不但重教 而且重学 提倡终身教育 他认为在多元文化交融的新时代 如果固守门库 自我封闭 事业狭隘 放弃学习 则无异于节奏而鱼 用刘长福教授的话来说 只有思想和教学保持可持续发展 才能演奏出好的作品 教出好的学生 不然将会被时代淘汰 刘长福教授 半个多世纪以来自自以求 兢兢业业 执着于二部艺术的探索 他所及的成就 还包括很多方面 我们对刘长福教授的演奏 教学模式 民族音乐思想 演奏艺术理论 及二部企创作方面的研究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开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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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